威廉王子行为反常 在最后一刻决定缺席公务 凯特身体亮起红灯 过完圣诞节之后 凯特王妃再也没有出镜过 舆论也在不断发酵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威廉王子缺席温莎的感恩节活动 并且还是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决定 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凯特王妃之前来到桑德林厄姆度假 威廉宣布复工 并且出席过两场重要的活动 本来大家以为凯特的病情已经稳定 但是这次威廉反常的行为 本来粉丝就处于担心的状态 这次威廉还缺席重要公务 实在是有些反常 腾心顿工给出的说法是 威廉是因为个人原因缺席公务 但是这套说辞显然不能服众 越来越多的人 担心凯特王妃的安危 甚至怀疑她是否在世 王室方面也是守口如瓶 透露出来的消息实在是有限 只说不是癌症 现在正在逐步康复 威廉王子缺席公务 这样非比寻常的举动 很可能跟凯特王妃的病情有关 整个温莎家族崎岖一堂 追思康斯坦丁二世 威廉还是他的教子 根本没有理由缺席 从现有的线索推断 威廉肯定遇到了棘手和紧急的问题 否则不会在最后一刻才决定缺席 除了凯特王妃的病情 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 会牵绊住威廉王子的脚步 白金汉宫方面证实 威廉王子的好友托马斯金斯顿过世 维尔是亲王缺席朗读会 很可能跟密友过世有关 毕竟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查尔斯和卡米兰 向金斯顿夫人和托马斯的家人 表达了他们最忠心的思念和乞讨 一位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透露 凯特王妃现在情况很复杂 甚至身体都亮起了红灯 英国王室显然在极力降低负面影响 因此根本不会让凯特出镜 甚至连一张近照都没有拍摄 肯辛顿宫发布声明 驳斥了种种阴谋论的说法 并且一再强调凯特的情况很平稳 此外还传递出来一个消息 就是未来几个月要让凯特静养 不会再回应这些无聊的传闻 王室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而是采取藏着业者的做法 不断掉大众的胃口 事实上最成功和有效的危机公关 就是让凯特本人出镜 或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近照 否则都只是泛泛而谈 没有传递任何实质消息 外媒引发了巨大的讨论 关于凯特的病情 发布了数个版本 除了生病和发生意外 还有网友猜测凯特做了巴西提臀手术 简直是越来越离谱 凯特已经人间蒸发两个多月 彻底消失在公众事业之中 整件事越来越扑朔迷离 因此不少网友猜测 查尔斯宣布换来 很可能只是个烟雾弹 将大众的视线转移过来 避免凯特成为重视之地 无论哪个猜测被印证 对凯特来讲都是个坏消息 身体肯定是亮起了红灯 威廉王子已认真负责著称 原本已经制定好的公务计划 却临时被改变 看来的确是遇到了紧急情况 王室却始终不透露一点蛛丝马迹 很有可能跟威尔士王妃的病情有关